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带您一起探索越南与非洲新一市场的不动产机会 今天这集孙姐开讲呢 为大家介绍到 越南旅游安全指南 真的要很小心哦 因为呢 如果出国在外 被抢了被偷了 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哦 那有很多朋友呢 要跟我反映 就说能不能出一集呢 是有关这个旅游安全的部分 今天呢 我们就来将越南旅游行抢片数 做一个大公开哦 好 那大部分在这里的这个外国人呢 如果待的时间够长 几乎99%都曾经被抢过 那为什么是99呢 因为呢像我是没有被抢过哦 为什么我没有被抢过 因为我在台湾有被抢过一次哦 那就是被飞车党抢劫 还被这个在地上拖刑 所以呢那个经验呢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来越南呢 特别的小心 那既然说99%都被抢过哦 那您就知道这边的这个抢劫率呢 超级高了哦 所以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公开以下几种 常被抢被骗的一个方式哦 那第一个的话哦 陷阱一就是飞车抢手机 这个是每天都发生哦 那但是它比较是容易发生在胡志明市场 河内的话呢 它比较安全哦 因为河内的公安很可怕哦 他们查得很严格 所以河内呢相当的安全 但是胡志明市呢 就要很小心 因为这边的贫富差距悬殊太大了哦 那有些人他真的很穷 所以呢 他们就坐在机车上 然后呢 两个人坐一台机车 经过哪里 看有什么东西 能够拿的就尽量拿哦 譬如说他经过一个行人旁边 那个行人刚好在讲手机的话 他就直接把你的手机抽走哦 然后如果你在旁边路边照相 那这个飞车档经过的时候呢 就把你的照相机拿走 那你的手提电脑的包包一样哦 他就从后面 把你的手提电脑包拿走 那手势呢 包包更不用讲哦 你如果带了一个金项链 很有可能你在过马路的时候 那个飞车档手一伸过来 就把你的这个项链抢断了哦 那包包更是容易抢哦 假设是这种侧肩包 妇女常常背的这种侧肩包 从后面一拉就走了哦 所以就是说在胡志明市最常发生的 就是飞车抢案哦 飞车抢手机最常发生 好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生存重要的法则 就是一定要背双肩包 这个是我的双肩包啊 然后看这个 因为是想要好看一点哦 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就是登的 背那种登山用的双肩包哦 非常的坚固 那如果女生呢 要比较好看一点的话 就是背像我这种的双肩了哦 但其实这个这个包还是不是很好哦 为什么 因为它还有一个 有一个勾勾哦 那个拉环一拉哦 很容易被抢走 所以最好是没有拉环的哦 这个是更安全哦 就是抢匪比较不容易抢 那有些朋友说 我们是不是啊 背像书包一样啊 背这种侧边的这种侧背的带的这个带子 其实侧边也是没有用啊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曾经有出现过 有人背侧背包 然后抢匪呢 他就一台车子在前面 阻挡你的去路 吸引你的注意 另外一台呢 车摩托车站你的后面 拿剪刀 把你那个侧肩带的 把它剪断 剪断一样 一下子也就 飞车档就开走了 就骑车骑走了 所以呢 侧背也是很容易被抢 那这个要注意 一定要背双肩包 然后贵重的项链戒指耳环呢 建议不要带 因为这边的这个歹徒呢 他们的这个抢功呢 还有偷窃的这个功力 非常的高哦 我曾经就有朋友呢 他们是骑摩托车的 那他骑了摩托车 碰到红绿灯呢 就停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感觉上旁边的摩托车 伸出了一只手 在他胸前的这个项链 定了一下 结果这个项链的坠子 不见了 可是这个项链还在哦 项链没有断掉 在短短的三秒钟之间呢 这个歹徒呢 他就把项链的坠子 最贵的地方拿走了 可是项链并没有断掉 我们真的想不出来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但是他这个功力 真的非常的深厚哦 好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 大家常常见到的 这个骗术 第二个陷阱呢 就是计程车的骗术 我在这边坐计程车 真的要很小心 那第一个要注意到 不要让计程车司机 碰到你的钱包 那他们会怎么做呢 就是说让我们在机场上 在机场的时候 你去坐机场排班的计程车 然后到了出机场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 出机场要缴停车费啊 所以要叫你 问你说你的皮包里 有没有一万块 或者是有没有两千月顿 那因为观光客刚来呢 他对于这个越南的币值呢 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 司机就会把手伸过来 他看到你在看钱包 在算钱包里面的钱的时候 司机就会把他的手伸过来 然后把你的钱包拿去 然后帮你看 就是啊 就是这张 这张就是两千 在他碰的时候呢 他其实已经把你钱包 另外的大钞拿走了 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 我就有好几个朋友 就是因为这样子 让司机去帮他把这个钱 他问你说有没有两千 去把这个月顿两千 把他拿出来的时候 一百美金就不见了 而且我朋友呢 都没有发现 一直到回到家以后 才发现说钱怎么变少了 所以在坐车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你的钱包呢 绝对不能让司机去碰到 你要算钱的话 你要看多少钱 你要离司机远一点 不要让他手可以随时碰到你的钱 这个是计程车片数 目前最常见的 也是非常多人都有碰到的 那第二个呢 比较常见的片数呢 他就是改码表 我曾经有一次呢 从胡志明机场 做到第一军 通常的话可能是 15万就搞定了 15万月顿就搞定了 只有那一次呢 他把我价格加了十倍 就一直在那里加加加加加 所以到了这个旅馆的时候 原本15万呢 就多了十倍 那就很可怕 所以呢 他们会把这个表呢 改成非常快的一个表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您在去之前呢 您可能就是要先问好说 从你的机场到你的旅馆 大概费用会多少 要先有一个概念 要不然很容易被骗了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计程车呢 司机会绕路 绕的一个很远 好 让你没有办法去 让你要多付很多的钱 而且又多花很多时间 好 所以呢 现在的话 如果他绕路的话 其实是你只要有3G或4G 你看你的Google 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路怎么走 所以他有没有绕路 你一下就会知道 如果发现他绕路的时候 你立刻要跟他讲 要怎么走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减少绕路的可能 好 那另外一个常常被骗的 就是说呢 在机场的坐的排班司机呢 不能坐 为什么呢 胡志明机场一出来以后呢 你就照着那个指示 往左边 想说要去坐计程车 只要你往左边一走 一等到那个排班计程车 排班计程车那边呢 大部分是骗子 所以就是说 不晓得为什么越南的政府呢 没有去取缔那边的这个计程车司机 可是那边的计程车司机 大部分都是骗子 所以你只要一坐了 你就完了 第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要骗你的钱 第二个的话 他可能就给你绕路 第三个就是改他的马表 所以你要怎么坐计程车呢 你就是到了排班计程车 那一边的时候呢 你过一个马路 过一个马路往左走 你就可以看到穿绿色衣服的 Vinasan跟Mailin Vinasan穿深色的绿 深绿色 Mailin穿浅绿色 你就跟这些人呢 打招呼 请他们帮你叫Vinasan跟Mailin 这两家呢 都是越南的上市公司 他们要骗人的几率比较小 当然也是有可能会骗人 但是骗人的几率比较小一点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手机的APP 去下载一个Grab 就是用Grab来叫车 这个也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 那怎么去判断这个Vinasan的计程车呢 像我们在越南 我只坐有品牌的计程车 第一个就是Vinasan Vinasan你可以看到他车子旁边的这个电话是38272727 在胡志明市有很多冒牌的 冒牌的他就是可能后面是27前面不是38 然后呢 那个上面的这个标志都很像 所以您也要小心 这个这个电话号码一定是38272727 然后呢 有的时候这个路边呢 会有穿这个深色衣服的这个人呢 他就是Vinasan专门在帮你叫车的 所以你可以找这样穿这样子深色衣服的人帮你叫车 深绿色衣服的人帮你叫车 基本上这个做错的几率呢 就会比较小 那在机场你也可以看到他们 就请他们帮您叫就对了 另外一个品牌的是Milin 梅林计程车公司 那他是穿比较浅绿色的 那他的这个计程车呢 也是比较鲜绿色 您看到他的电话是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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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这个也很多冒牌的 如果不是四个38的话 就是冒牌的计程车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西贡 只搭这两这两个品牌的计程车 要不然就是叫Grab 相对而言会比较安全 如果不小心碰到诈骗的计程车已经上车了 怎么办 第一个的话就是立刻下车 当你像我有一次也是坐到那个计程车司机 一直在那边跳表 就是跳跳得太快了 所以我就要求立刻下车 那立刻下车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 假设是说你是到后来快要到旅馆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这个计程车是诈骗 原本是15万的给你到了150万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哦 你就到了旅馆去 旅馆他都会有这个保卫出来帮你开门 那你就跟保卫讲或跟旅馆的人讲 旅馆的人可以讲英文 然后请他们来帮你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这些保卫呢 他们其实很凶的 那他们都会去跟这个司机讲 那这样子的话 您就可以只付便宜的钱 就是合理的钱 而不需要多付被诈骗的钱 就是请旅馆的人员来处理 好 再来我们就讲到第三个陷阱 就是太晚回家的时候 很可能被抢 所以建议大家呢 在这个越南旅游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太晚回家 因为太晚回家的话 其实很危险 这个跟在台湾一样 太晚回家也是比较容易碰到坏人 我曾经有一个越南的主管 董事长他每天晚上呢 都跑去卡拉OK唱歌啊 跳舞啊 然后应酬啊 到半夜两三点才回家 他们家是一个Vila 那结果呢 他就是被这个歹徒呢 跟踪哈 所以就是这个歹徒观察他一段时间了 所以当他有一天呢 半夜两点多回家的时候呢 这个歹徒呢 就在他身后往他头敲下去哈 他就晕倒了 晕倒了以后 他的包包就被抢光光了哈 那这是他 连他是越南人都会这样子被抢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哈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被抢的状况呢 所以就来到了陷阱寺 要慎选住宿 那通常呢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 第一个 当然我们假设是旅客 我就选三星级以上的酒店 他们都有警卫24小时的 这样子的一个保卫呢 相当的安全 而且你住的地区最好是在外国人集中的地区 不要去住到很local的区域 那样子相对而言的话是比较危险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到底要住公寓 还是要住这个一般的民房 因为民房的话 有些时候那个窗户没有铁窗 半夜有的时候小偷他们会 从窗户这边爬下来 就是蜘蛛人会爬下来屋里面偷东西 所以相对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都是住公寓 公寓的话 比较高级的公寓有保卫 所以那些人如果要进来的话 那都会有保卫来做过滤 所以在越南的生存 最好是住在有保卫的这个公寓 相对而言是会比较安全的 好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第五个陷阱 就是说来越南 很多人都会到槟城市场去买东西 去市场去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很小心哦 比如说你到饭五老去喝个啤酒啊 那边都是外国人啊夜夜生哥的一个晚上 每个人大家在那边都很高兴哦 都喝的醉醺醺 但是呢在那边就非常容易被抢 人多的时候他挤到你旁边稍微一挤 钱包就不见了 所以呢通常我们在这个人多的地方 好我们尽量好就是说我不要带钱包 我可能就是放几张大钞在口袋里 好然后呢用上衣把口袋盖起来 好这样子的话会被抢被偷的几率比较小 那如果是一定要带包包的话 我包包会把它放在胸前好不要放在背后 放在背后也很容易被偷走 OK 然后呢包包放在胸前 然后钱包的话用外套盖起来 这样的话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安全 那以上呢是在越南呢 这个安全生存的几个手则 就是说我们出门在外或是出门旅游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出门在外如果被抢的话 有的时候会被那个飞车场一推 跌倒在地上跌倒在街上 那个时候感觉是真的是非常差 有时候语言不通又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呢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 真的要很小心 把我刚刚的五个陷阱熟记 然后呢尽量去避免它 就可以让您在越南的旅游 还有在越南的生活呢 快乐自在又轻松 享受越南的这个高级的生活 想要掌握新兴市场房地产的最新讯息吗 请在这里直接订阅孙姐开讲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捍卫不动产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入LINE AT生活圈 祝大家投资顺利赚大钱 也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哦